讲解完数据类型和如何起名字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做变量的定义和使用 到这来首先我新建一个文件夹 我起个名字叫变量 然后我把开始画的变量的这张图给什么 给拿过去 进来之后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变量是那个单词呢 叫Variable V-A-R-I-A-B-L-E 但是这一次我后面会加一个什么 加个DEMO 这里我说一下DEMO的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案例 我们叫演示案例 好吧 好了 那么右键打开它 在这里我们来写一下 Public Class V-A-R-I-A-B-L-E DEMO 接着是Public Static Void什么 Men Street Args 好了到这儿 这个基本格式我们就写完了 写完基本格式之后 我们要想来使用变量 我们在这里还是先什么 回顾两个局势 第一个我们回顾变量的定义格式 变量的定义格式 怎么写的 数据类型变量名等于初始化值 不是这个是值对吧 分号 好了 那么第二个我们的数据类型 我们来回顾一下基本数类型 有哪些啊 有 byte short inter long flutter double 差 bloom 好了 到这儿 有了这两个内容 我们就可以什么 定义变量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定义 第一个变量 定义 byte 类型的 变量 来 我们照着格式来写一下 好吧 byte b 它的范围还记得吧 负128倒是什么 真127 对不对 然后就给个10 ok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什么 定义了一个什么 byte类型的变量 b 它的值是多少 只是10 那我定完这个变量的时候 怎么用呢 先别急 我们在前面曾经把常量 是不是能直接输出啊 我们system.out.println 来回想一下 我们直接输出10 是不是可以的 ok 这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10 我们在这里只不过把它复制给了b而已 对不对 那么b代表的是不是也是10这个值啊 所以这里我们来试一下这个b 可不可以直接输出呢 system.out.println 打印一下什么 这个b 来 我们编译运行一下 那么在这里 我们首先得什么 在标识符对吧 我们得cd点点回来 然后cd我们要进入什么 变量 变量 回来 cls 清评一下 今天是怎么做呢 我们是java cvariable demo.java 记着 java variable demo 走你 大家看 打了几个识 打了两个识 对不对 那你说其实 我在输出这个变量b的时候 输出的其实是变量b 对应的什么 数据值 10 通过这儿我们就知道 原来变量也是可以什么 直接输出呢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定义什么 变量 啊 我们来什么 第一 sot 类型的变量 好 sot s 我们给什么 100 然后什么 直接输出啊 我把这Ctrl c 到什么 Ctrl v 把这个什么 改成s 就可以了 来 回来 编译一行 向上 走你 向下 走你 来看 100是不是也出来了 啊 接着我们来定义什么 inter 类型的变量 定义 inter 类型的变量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inter i等于1000 好 然后我把这个什么 i输出 好的 来 我们再看一下 编译 执行 没问题吧 接着 再看啊 注意了 定义什么 long 类型的变量 我们写个 long l 等于 好嘞 然后 我们把这个l 进入输出 注意 我这是l 不是1 好不好 如果是1 编译会报错 为什么 数字不能开头吗 对不对 来 我们看一下 编译 走你 大家看 哎 报错了 说什么 过大的整数 好 这是我们前面说过的一个注意事项 因为你直接写这样一个整数 它默认是inter类型 它现在已经超过了inter类型范围 所以 你要什么 你要给它加个标记 什么 l 来 在这 我们加个什么 加个大l 好 这里我们得回顾一下 注意 注意什么 定义 long 类型 变量的时候 最好 最好直接 加一个什么 大l 好了 接着我们再往下看 定义什么 flot 类型的变量 定义 flot 类型的变量 flot 而double比flot要大 对不对 所以这里你要想表示你是flot类型 你必须加什么 加个f 来我们看一下 编译 没问题吧 我们再执行 大家看 这个 是不是出来了 那么这儿我们还是再说一个什么 定义flot类型变量的时候 最好直接加f 好了 接着我们再看double类型的变量 定义double类型的变量 我们写一下什么 double d等于我也给12点什么 34 来 接着我输出一下这个d 让人看啊 编译 执行 好 没问题对吧 接着我们再看还有什么 还有差和bloom 来 我们定义什么 差类型的变量 定义 差类型的变量 有人看 差c 等于我随便给一个好吧 我给一个a 然后什么输出这个c counterc counterv 这是什么 来个c 好了 向上编译 执行 ok 可以吧 ok 在这打出个字符 那么最后我们再说定义什么 boom 类型的变量 定义 boom 类型的变量 怎么写啊 boom b 等于 tual 来 我们打一下这个b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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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改成b 来 我们这编译一下 编译 哎 有时候 报错了 为啥 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定义过了b 哪定义的 大家看 byte b 对不对 就这个名字已经什么 被别人使用了 你还起同样的名字 还行吗 不行了 对不对 怎么办呢 改一下呗 bb 可以吧 哎 我们写这去了 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啊 我然后输出bb 我们来看一下 编译 执行 没问题吧 OK 到这儿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已经什么 可以定义这八种的基本数据类型变量了 而且把这些变量都进行什么 进行的输出 好的 如何定义变量 以及对变量做一个基本的使用 就是什么 输出变量 我们已经什么 讲完了 这儿 我就把这儿停掉了